其實陳穗文要做這個決定 會不會想了很多年還是怎樣 都不用想很多年 這些一時衝動就會做得到的事 以前我們看著陳穗文的新聞就會覺得 你為了這個家庭做了很多事 每個人都以為你很早已經會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是去到過了很多年才去做的 我始終一句就是我相信緣份 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很有趣的 如果你的緣份還沒完 就算你的緣份還沒走到盡頭的時候 你們就會 somehow 智智智智智都會在一起 但就算你兩個人是沒有緣的話 就算你多愛那個人 你都和不到他在一起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對於我來說 只是說走到這個階段 我之前的婚姻已經去到一個階段的盡頭了 所以這件事會這樣發生 會不會有觸發點還是有些發生了什麼事 成年之間令你有這個決定 婚姻生活裏面就不是一單兩單的事 其實你說牽涉很多東西 不是等於大家接受不需要的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朋友來的 跟前夫都是朋友來的 是啊 所以純粹是生活模式 大家在生活上的那種方式 不再配合在一起 又或者大家需要的東西不再一樣的時候 分開生活可能會對大家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安排 那你就會這樣做一件事 其實離婚不等於是一件我們看電視劇的那種 很難看或者很難看的一件事 如果有些很理智也可以發生這件事 但是Amy會不會覺得自己當年 其實一個女藝人這麼早結婚 你其實當年的決定是不是來得很急還是怎樣 都不是的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很傳統的 應該很早已經有結婚生子的這個想法 又沒有 我是那些可能是我沒有什麼計劃 沒有什麼特別去怎麼想 我很跟著我自己當時的心態去行的一種人 我是那種人 所以當你拍拖 你不會覺得影響你事業的 因為你當時是一個一線花旦 如果我這麼會計算這些數 我應該就不是現在的陳秀民 我沒有考慮那麼多事 因為可能我是感情行先的那種人 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陳秀民 想聽足本訪問 就要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